第327面 第327面 第6行 从第2句看起 2. 向大 很少信德 并与体固 这是解释 这个晶体 这个大字 这个大字 是涵盖了 信德的全体 清凉大师 将 圆满的信德 归纳为十条 为我们 页页说明 第1条讲的是体 体是 性体 第2条讲的像 像 是说的现象 就是 晶体里面的方子 大方广的方子 性体 它自然会现象 那么它为什么会现象 现象是它的本能 在大经里面 为我们说明了这一道四十 讲所有的现象 为心所现 心就是心性 也就是全面 也就是全面讲的体 也就是全面讲的体 为时所变 现出来的像 这个像会变化 为什么会变化 什么能力 使它 在变化 佛哥我们说 这是十 说是什么呢 说是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 心性的 作用 用佛法的说语 其实来讲就是分别 实是分别 那么由此可止 只要有分别 这个现象就会有变化 假如离开一切 分别妄想执着 这个现象是 寂然不动的 就是 清净 寂灭的 因此 祝福与大菩萨们 这个大菩萨通常是说 语言叫地上菩萨 如果说的严格一点呢 语言叫八地以上的菩萨 这个八地是不动的 他们所见的这个象呢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那么清净以前所见的的象呢 都是属于虚妄 虚实 定义 定义 何在呢 佛在经上 给我们说了 很简单 也很清楚 很明白的 一个定义 凡是会变的 就叫它失望 它会变嘛 凡是不变的 就叫它做真实的 那我们想想 哪一个现象不变呢 我们眼前所接触到的 动物 有身老病死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那我们讲刹那变化 我们很不容易觉察 讲身老病死 这个大的 时间比较长的 这是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就看出来了 觉察到了 植物 又深住一面 矿物 像地球 地球也是水矿物 又沉住坏空 换一句话说 宇宙之间 哪一法 不是在变化的 所以金刚经上讲的 很有道理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为什么希望呢 因为它是在变化的 不是常住的 如果是常住的 那就是另当别论 那就是我们一般所期望的 不生不灭的境界 不生不灭了 那就是常住的 可是 在生灭的现象里面 有不生灭的信 这个信是能变 像是所变 所变虽然是虚妄 能变是真的 能变是真实的 能变的性 周变发界 实在讲 发界也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所变的 这个现象 当然是周变发界 变日体固 这就是明显的告诉我们 近虚空变发界 所有一切现象 就是你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 华严经上讲的 华葬世界 没有一法 是例外 全是我们自信 变性之物 自信的功能 不可思议 能变 祝福的 暴徒 能变六道的 惠土 受发界 一阵状言 同时在 变形 这是 四十点 真相 佛菩萨 教给我们修行 教我们正果 真的是什么 正的就是 正知 这一个现象 真正正知 这个现象呢 在禅家 讲着明显 见性 见性 不但见性体 也确确实实 明了啊 自信 现象 谁会 什么事情 全都 搞清楚 当然 我们也很 希望 具有 如来 果地上的 能力 确确实实实 了解 瑜伽 人生 的 真相 那么这个能力 佛给我们 说 这是属于 本能 不是佛在 谷地上 独有的 而是 一切众生 本来具足 各个都有 那么我们虽然有 有 但是 好像是 没有啊 我们现在 什么都不知道啊 佛给我们 讲 听也听不懂 看也看不懂 哪有这种 智慧 能力呢 那么这 究竟 是一回 什么事情呢 佛给我们 说 是我们 自己 迷了 迷了什么 迷了 自家的 自信 诸佛 菩萨 悟了 悟什么呢 也是悟的 自家的 自信 所以才说 一悟 不二 迷了 迷了 如何把这个 迷 打破 恢复 自觉 这是佛 教学的目标 佛法 佛法 学乎了 这叫 修行 所以 修行的 刚领 是 破 你 开悟 实在讲就是 破 你 恢复 我们 本来的 觉悟 这个就是 本觉啊 马明菩萨《起心论》里讲得很好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不觉是谜 可见谜 谜本来没有 自性里头没有谜 自性里面只有觉 我们现在是把自性的谜识掉 这个学佛无非是恢复自性觉而已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那么要想恢复自性觉 佛所说的实在讲很简单 也很容易 到我们做起来就觉得困难重重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佛说了 原因在习气的上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迷得太久了 不使这一生 这一世才迷得 过去世 还要过去世 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的 迷得太久了 于是 于是乎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误以为真实 佛所以还告诉我们这是假的 应当要舍 我们也听明白了 也点头了 可是事实上舍不掉 还是照样去计较 这原因在习气太深了 那么再说得不好听一点 叶障太重了 叶障说得这样就是习气 那么七 要把它断掉 确实不容易 那用什么方法呢 一定要用智慧 佛的教学 这三学界定会 这个界学是生活规范 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除世 待人接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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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那是觉悟的人 我们将他除世 待人接悟 这些规范记录下来 我们就称为戒律 所以佛教跟我们修学先从相上下手 先从相上下手 就模仿 像小孩一样 模仿大人 佛也是说 叫我们这些迷失自信人 先开始模仿觉悟的人 虽然没觉悟 先模仿他 模仿他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太多太多了 使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的思想 渐渐行为 渐渐有规律了 渐渐有原则可循了 这样啊 这样啊 慢慢心就会静下来 会定下来 定能断烦恼 烦恼没有了 智慧就先前了 智慧现前之后啊 这无明 迷啊 才能够打破 破迷 破迷是要智慧才能破虑 定不能破迷 定能生智慧 智慧也破迷 破迷是要开悟啊 要开悟是什么呢 使这些事实真相啊 全都清楚了 全都明白了 佛把这个修学的过程程序 真的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想破迷开悟 要想恢复信德 你不走这条路 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误了以后才知道 净虚空编乏界 原来是一个字 这个时候你的心 对待一切万事万物 才叫真正平等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今天对人对私对我 不平等 对这个近一点 对那个远一点 对这个喜欢 对那个讨厌 这是什么现象呢 你呀 这个没有我 悟了之后 这些 这都叫妄想 这些妄想通通没有了 你看佛菩萨 看天人 看畜生 看卧鬼地狱 通通平等 十法界的一报与正报 全是信德的流露 除了信德之外 无由夜法可得 恒煞性的便欲提过 这个是四世的真相 我们再看第三 我们再看第三 用大 夜用周朴 如提包便固 一 就是作用 也就是说 就说得粗行一点 就是造作 为什么不说造作 受作用 因为造作 多半是 有意的 这个理念 包括了无意的 无意有造作 我们人做一段什么事情 其心动念 这是造作 我们看看自然现象 没有人其心动念 春夏秋冬 四十的变化 这是谁的意思 没有 他也在那里造作 没有 我们把这个境界 再推远一点 太空当中 这些星球的运行 谁的意思呢 没有 我们只好说个自然现象 就是自然呢 就是没有加上 人的意思在里头 人的意思在里头 在自然现象 在佛法里面说 法耳如实 法是讲万法 耳就是自自然然的 可是主要知道 这些现象呢 是属于果 果比喻有因 人 生老病死 有因 有因缘 如果没有因缘故 那个看向算命 看得好的人 他为什么把你一生都算定了 可见的确实有个定的书 你才会被人算定的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大门口 看到大门口一大堆的书 我抽一本看看 说了凡私讯 没法助解 印了一万多字 很好 现在我们印的书很多 希望同学们呢 有喜欢要的 多多得拿 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书是欢迎的 要流通 读的人都能够得利 人有定数 我也有定数 这个世界也有定数 这个我们中国古人讲 使命 给这个世界地球算算命啊 他也有定数啊 他也有定数啊 古德说得好 凡是有心有念头的都有定数 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素从来呢 世界是从人心里的工业所感 从这儿来的 这是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世界是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转 这个近代人呢 现在连外国人也感染了 喜欢看风水 从前外国人不懂得 现在外国人呢 也相信风水了 可是风水是不是一定的呢 不是的 风水会变的 风水轮流转的会变的 怎么变呢 跟着人变 这个俗话说得很好啊 富人俱富地 你这个人有福 那天风水不好 你到那里去一住啊 没有几天 他风水就变好了 他会转 他跟着你转啊 你这个人呢 运不好 那是个好风水 你到那里去住啊 他风水也变坏了 外面这个环境呢 随着人心转 随着人的命运再转 哪有一定的呢 这个是真理啊 所以选择好风水 到那里去选呢 从你内心里面去选 你把你那些恶的念头 统统写起掉 培养你的慈悲心 培养你的智慧心 你的风水就好了嘛 这个改风水是从心地上改 不是从外面上改啊 外面上改 说不到什么效果的 要从自信当中去改 这个就对了 所以这个也是将作用 从有情到无情 作用里面 绝不是一个单纯 佛在华言上给我们说 是无量因缘 不但宇宙是无量因缘 世界是无量因缘 我们自己一生呢 也是无量因缘 那个因缘的数量啊 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 这个脑子里头会打妄想啊 跟宇宙那个复杂的因缘 跟诸位同学说是相等的 我们不会少一条 那个大宇宙无量因缘 也不会比我们多一条 是相等的 可见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 不简单的 那么无量因缘就不好说话了 因此佛为众生说法呢 常常把许许多多东西归纳 归纳成几大类 像这个经论上常讲的 四缘神法 清音缘 缩缘缘 无间缘 增上缘 这是归纳 说再讲每一条里面 都是无量无边的复杂 归纳成这四大类 所以它这个作用跟现象跟本体完全相同 都是无量无边 第四 果大 至断义政周发业果 果 就是讲的报 什么样的业因 就有什么样的果报 此地所举的例子 是果报里头第一出生 在释法界里面 这个佛的果报最出生 其实这个设法界统统都是属于果报 但是究竟殊胜的果报呢 是佛的 所以说 至断义政 至是智慧 智慧也圆满了 智德 智慧也圆满了 断呢 是叫断得 烦恼断尽了 这个烦恼里面 烦恼也很多啊 多到什么程度呢 也是尽虚恐别发现 通常讲八万四千烦恼 那是把无量烦恼归内 归了四万八千烦恼也归内 八万四千烦恼也归内 每一烦恼里头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四红十月里面讲烦恼无尽十月段了 真真是无尽 从我们初发心修起来 一直到城府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通通是断烦恼 断掉某些烦恼 你得为此往上提升一层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通常佛讲烦恼封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叫见思烦恼 这是烦恼里面最粗最重的 像贪嗔痴慢的 这个是属于见思烦恼的 另外一类叫沉沙烦恼 这个沉沙是形容其多 沉沙无量无边 就说明烦恼之多 真的它是尽虚空变法界 为什么说沉沙呢 从四项上讲 那么这个思想不一定是有形状的 我们心里打个妄想 那也是思想 所以不一定是这个 像现在我们讲的 包括上心理上的现象 所以非常复杂 第三种烦恼叫无名 无名简单的讲就是你 智慧不开 你这个谜是破不了的 所以伏的三蛇 伏这三种烦恼 戒蛇能伏戒死 定蛇能伏沉沙 慧蛇能破无名 这个戒定慧三蛇 就是对付这三种烦恼的 所以这个叫做断个 那么到城府 这个三蛇人 他这个三种烦恼都戒不动 一报正报啊 究竟圆满 圆满也是周法界骨 所以佛与大菩萨 所以佛与大菩萨 发身周边发界 硬化身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 哪里有感哪里就有印 这个印就现身 信身 冷言上说得很好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还是语言生 还是许许多多条件具足了 这些条件 有一部分 是你自己能够觉察的 还有一部分 是你自己不能觉察的 但是这些条件 缺一条 就不会有感应 一定通通具足 感应道交 诸佛菩萨哪个地方不在 处处都在啊 无有一处不在啊 时时处处都现身 没有一处不现身 这是古大 第五是印大 佛心说古后说印 这是说法的方便 这是说法的方便 说古 大家容易接受 古报在信心 说印呢 印还没有形成古啊 未必能接受 先说古后说印 有古当然有形 所以说印也大 趁信得修 五不行故 花也 是趁信其修 这个是在所有行门里面 最究竟最圆满的 它是重信其修 前面说过了 性体 性向 性用 都是周边法界 因此 你要是会趁信修的话 一修一切修 随便修哪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 必定是尽虚空便法界的 普贤菩萨 在此地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就是底下了所说的十大愿望 十八愿望的明目 我们很清楚 一哲离尽诸佛 二哲称赞如来 我们都会念 会不会修呢 不会 为什么不会修呢 不趁信 往后面 我们还要详细跟诸位介绍 即使我们会趁信其修了 语言叫无上的佛果 我们这一生呢 就有指望了 最高的修学方法 最圆满的成就 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原则 信是全体的 是净虚空便法界的 那我们讲离尽 离尽诸佛 净虚空便法界就是诸佛 我对佛 是什么样的恭敬心 我对于一切人也是同样的恭敬心 绝对没有差等 要有了差等了 这就不是信的 这个就是落在第二层上 落在事里面就 就不是信了 信里头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所以它是真净整 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对它是最真诚的离尽 这个无情的众生 无情的众生 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 这都属于无情众生 有情众生有佛性 我无情众生有发性 佛性发性虽然用了两个名词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同一个性 不是有两种性的 这个性在有情叫它佛性 在无情叫它发性 正如同我们阿赖耶识一样 阿赖耶识在六根起作用的时候 在也我们叫它做也识 在耳起作用我们叫它做耳识 其实是一个 楞严上说得很清楚 愿意一精明分成六合合 在哪个地方起作用 我们给它建立一个名词 实际上一桩四秋 所以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那么我们对于一切万无 也要像对佛那样恭敬 同等的恭敬 所以叫一修一切修 这个一切是净虚空变法界 这个叫称心其修 如果还有分别 还有职责 那就不称心了 十月 包含了菩萨圆满修学的法门 一一称心 换句话说 它那个境界 一一都是净虚空变法界 对 音大了 无论修什么心 没有一行不成心 没有一行不圆满居足一切行 所以叫一切一修一切修 这个大经上常讲 一节是多多节是习 一节一切一切一切之一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由此可知 以华言进修学基本的条件 就是要把星亮脱开 小星亮是不能入华言的 华言星亮那是先包太师 亮灼沙界 华言这个门才入得尽时 没有这么大的星亮 那都在门外听听而已 是入不了门的 第六是智的 为大智为主 孕与万恨 也发生过 佛法的教书 自始至终 都是以智为目标的 三学里面戒定慧 六度里面 不时持戒 忍辱 精进禅定 般若 般若是慧 所以佛法教学 自始至终 是以智慧为所求 所以它是智慧的教育 它是智慧的教育 大智 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薄弱智慧 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是本来具足的 现在这个智慧 我们迷失了自信 智慧也没有了 其实不是智慧没有了 因为迷了自信 智慧变了直了 变成什么东西呢 变成胡思乱想 变成妄想了 把德能变成了烦恼 变直了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这迷了自信 就无量的烦恼 无量的妄想 把它变直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佛教的我们 要恢复大智 没有智慧 那就是迷惑 迷惑我们的行为 就会有错误 错误的行为 就会带来错误的果报 六道三土啊 都是我们错误行为 变现出来的结果 这个虽然啊 变现的结果不好 说个老实话 还是信德的 变现 信德迷了 才变现这些果报 现在要觉悟了呢 就变现四圣法界的果报 所以四圣六反 同时自信变现 平等平等 主二无别